一聲巨響 碎玻璃和建材 瞬間高速噴飛到地面上 這是六月二十四號 竹北發生了一起嚴重瓦斯氣爆案 當時造成多人受傷 大樓還不斷傳出濃濃瓦斯味 嚇得住戶不敢回家 經過兩個禮拜之後 瓦斯處表示七號居民可以安心回家 沒想到回到住家 卻發現現場還沒有完工 外牆鷹架也都還搭著 讓住戶非常傻眼 工程一拖再拖 沿洋主委在協調會上 忍不住發飆 我從今天來有可以吵過一次叫嗎 沒有 我有罵過你讓我失職 我從來都沒有講 那你今天跟他一直都不一樣 會這麼生氣是因為瓦斯公司 也沒有好好安置住戶 導致許多住戶沒有地方睡 很有可能要睡在車上 主要是訴求就是說 住戶的安置費 因為工程沒辦法如期完成 有可能還會再延 然後還有一個施工內容有出入 整個截關前證明書 是要到七月底會完成 那這一部分我們會跟住戶做溝通 當然有幾戶是個案的問題 我們就會來個案處理 那B棟的部分 我們統一在延長七天的住宿 而這起意外也造成十六歲的成性少年 全身多處燙傷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治療當中 現在住戶只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儘快完成工程 還給他們一個安心居住的家 三連新聞賬號以黃士涵新植物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志望 中文字幕志望